这小伙一剑砍开口袋 流出来的粮食中 掺杂着大量的砂石 再戳一袋 还是一样 太子怒了 这就是你们给我交的税 眼前的男子不知所措的跪下 太子 我冤枉啊 太子 太子咬着牙 飞起一脚 紧跟着一刀直刺心脏 男子便倒在血泊中 太子还没解气 他领着人马去没线讨说法 你们谁是组长 刚给你们废了奴隶 让你们当人了是吧 给太子纳父 也敢弄虚作假 说着 把男子的尸体扔在他们面前 村民是被陷害的 他们跪下向太子求情 可太子却让官兵砍破骨仓 任由辛苦打来的粮食被遭剑 老千人血性 誓死互粮 可哪是官兵的对手 大狱中只剩下村民四剑的鲜血 和太子撕心裂肺的狂吼 34人丧命当场 太子扬长而去 剩下的族人暴怒了 白痴族人 咱们举足匹马带校 交农反官 咱们反出清国去 消息传得很快 孟希白三族的族人联合起来 踏着鲜血 发誓要报仇 听说有人造反 大哥迎前马上调兵打算镇压 却被一架马车拦住了 老娘上手就是一耳光 今天你要敢乱来 你就不是我儿 老太后告诉银钱 你的兵权早就交给魏央了 你仗着自己人气高 擅自调兵 这是违法呀 我知道你是怕暴民作乱 但乱民造反是有原因的 处理方式一定不能忙 现在得赶紧去找魏央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商量处置 可以了吗 你是要去 但不是去商业平乱 怎么 倩儿 你是要服法呀 什么 我服法 你是太子首富 太子犯法 你能无事 迎前不敢相信地 看着亲娘痛苦地呼喊 天哪 怎么还有这一档子事啊 迎前回来了 魏央先是一拱手 大哥 你是太子首富 主要负责太子的教育工作 你说今儿这事 咱咋弄 左书长怕乱民了 魏央告诉大哥 我不是太子滥杀 民怎么能乱呢 既然百姓闹事 咱就得依法办事 好好好 依法依法 说 咱们处置 魏央看着大哥的鼻子问道 公子以为太子首富 和太子杀人无关 大哥被问懵了 魏央 你摸着良心说话 当初我当着好好的左书长 要不是为了给你腾地方 老子能做这个虚头八脑的太子首富 公子顾全大局 坚挺变法 杨 未敢片刻忘怀 但是大哥 你当了太子首富 填了这个坑 就得担这个坑的责任 太子杀人 你就得服法 魏央 你想怎样 少男无造 请在书房等号 鸟 你拿老子当人犯 太子父 请 走就走 老子怕什么 大哥多少有点慌呀 和太子的二老师 一起被关押在书房 好你个魏央 你真敢去进老子 魏央可是六亲不认的 大哥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而公孙谷则告诉大哥 魏央 肯定要对我们动刑 鸟 行就行 你狗人的怕死啊 这个男人一脚拆开大门 指着魏央的鼻子质问 魏央 你打算怎么处置上将军 不给上将军一个公平 三军将士不答应 不给百姓一个公平 上天不答应 上将军是秦国的台主 是称斥里面 一样变法的大案人 刑法无死案 你就说 如何处置上将军 依法论行 何行 太子失脚时间 太子首富当处异性 你 你有个上将军的鼻子 法度在前 贵剑接通 魏央 我审栽了你 此案抽剑 就要杀了魏央 被警监夺下长剑 此案怒了 上将军可是国君的亲哥呀 如此奇耻大辱 他宁死也不会受刑 秦国一乱 我先杀了你 魏央静静的走下来 把警监手中的剑扔还给他 秦国若乱 不用你剑 我有剑 魏央你等着 此案愤愤的离去了 魏央转头告诉警监 刺激这就去找上将军 警监说你疯了 你要割人家鼻子 人家不得跟你玩命呀 魏央来了 向来直爽的大哥 听到他的脚步 也乱了心神 他把长剑抵在魏央尖头 质问魏央 你独自前来就怕我宰了你 魏央淡定的伸手 帮大哥拔出剑鞘 向后猛的一甩 来 魏央 一起为秦国寻找 杀魏央变法王 秦国不得付枪 赢家迟早流亡 这道理 大哥懂 他问魏央 你打算如何处置我 魏央冲两人一攻守 太子滥杀 无辜激起民变 秦国如今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现在当着国家总理 决定依法判决 平息民怨 我只想问你 你要如何处置我赢钱 太子失教失奸 太子首富 当主义 大哥不可思议的 看着魏央的眼睛 你要胳膊要腿 我砍一条给你都行 哇 这戈鼻子太丢人了 法度在前 罪不该行 你魏央是大财啊 就想不出个办法变通下 法力如山 横暗天下 果真不改 变法之处 细无理系 大哥迎前腿一软 不进朝后打了个块 他愤恨的一剑刺在地上 猛回头 魏央的眼神坚定又无奈 迎前意识到事情已无法挽回 但他没法接受 不自信的再看魏央一眼 还是那副表情 他是内袖之人 知道这已是唯一的出路 只好默默坐下 痛苦的接受了 魏央知道 大哥已有了决定 他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激 只化作一拱手 退了回去 坐在书案前 魏央迷茫的收拾着书 他知道 大哥迎前再声明大义 也没法支持他了 他知道 自己已经陷入了 无可回头的绝境 等校官回来 又该如何面对他呀 但眼下顾不了那么多 魏央手持木工剑 走上小山坡 底下的百姓高声呼喊 城墙上 幕后黑手 静静地观察着一切 魏央告诉百姓 根据新法 太子处罚如下 太子未成年 免去肉刑 一 亲疲众孝 为死者送葬 二 丧葬花销 太子府承担 三 太子封地没收 罚十年的款 四 太子写检讨 昭告朝野 但百姓根本不满意 这样的处罚 太子未成年 难道没有监护人吗 难道没人管交吗 这两个人坐着囚车 即将接受 极其残忍的刑罚 公子前 直领太子首富 处公子前 一行 罢官罢绝 夺其封地 太子右父公孙谷 处秦行 罢官罢绝 夺其封地 留 隆兮大山 这就是魏央的寅法 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迎前走出囚车 来吧 迎前的眼睛睁着呢 魏央 迎前的眼睛睁着呢 一个面色凶狠的行刑手 手持特制挖鼻器 走向迎前 雪剑当场 惨不忍睹 而太子的另一位老师公孙谷 也在脸上刺了硕大的囚字 遭到流放 魏央行刑结束 就去给老太后汇报 太子乱法事件已经平息 臣谢过太后支持 太后就问魏央呀 我儿子都让你割了鼻子 人都叫你得罪光了 你不怕吗 臣不怕 魏央知道 变法的难点在于百姓 变法的风险在于超堂 变法家的最后下场 基本上都死于士族政变 我要怕死 就不会拦这活 变法不畏死难 奈何以死难举止 胆子正有主见 好 魏央回去之后 王室就寻思 这事透着邪呀 中间肯定有幕后黑手呀 这黑心贼不除 国无宁日呀 但魏央却有不同观点 阴谋必须扬制 什么是扬制 就是指认法 不管谁违法就办他 阴谋者不跳 我便只管变法 这玩意儿能搞这么大动作 肯定不是一般人 咱现在去抓黑手 有可能黑手没抓到 还耽搁了 变法进度 那是让背后那只黑手 先高兴着 他高兴吗 不高兴 老干龙都快气死了 合着这么多难题 都难不倒魏央呀 天一蹉跎 数字 行将作大 我看 得再想办法 蠢 现在 秦国要变天呀 老干龙不但有个蠢儿子 更有个蠢学生 杜志还生老实气呢 嫌老实太窝囊 不组织闹事 都打算辞官回家了 离国回家 你只有死路一条 老干龙也是逼急了 才帮杜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咱这国军营取梁 是铁了心的支持变法 这一点呀 山东六国 没可能做到的 这数字未央 是个彻头彻尾的法家 全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个 这双剑合臂 过于牛逼 变法呀 要席卷整个秦国呀 你以庶人之身回乡 很快就会把你编入 连坐行物 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一个小小的村长 就能弄死你 就你这损赛 能保证永不犯法 到时候你酷颠喊地都没用 只有死路一条 变法城市 不可用强 飓风过港 浮草为存 秦国这边都乱成这样 儿子杀人 大哥被割鼻子 咱秦孝公呢 正忙着吃饭泡妞呢 好 吃 我的国庆大人 慢一点 好吃 吃完以后啊 还得再来一碗 玄琪已经盘起了头发 显然 俩人是睡过了 吃饱喝足后 孝公才依依不舍地送走玄琪 天地和 乃敢与君君 不离 不弃 不弃 不疑 不异 转头呢 才听说了秦国发生的事 俊下 张公子 被一刑了 孝公一听 直接晕了国权 性格大变 披头散发呆在朽败的府里 就连自己亲妹妹来拜访 也避而不见 自今日起 封闭大门 任何人不许从正门出入 胆敢迈出府门一步者 杀无赦 弟弟是他接待的第一个访客 可弟弟的话 让他心寒 救星护发 大哥有过 见大哥没反应 迎娶当又提起父亲的遗嘱 不提大哥还没那么生气 合着为了你继位 我损失了根手指头 为了你变法 我又损失了鼻子 咱老赢家 你就指着哥一个人坑 大哥历来都是支持变法 你听魏昂的 那个迎威已经死了 孝公一咬牙 放弃变法 杀掉魏昂 因为迎是一族 重回西槌 迎威不凡变法 变法离不开大哥呀 你没有大哥 他已经死了 大哥 孝公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大哥走了 让手下带来一句话 不要将公主 嫁给魏昂 但迎娶良做不到 他现在恨不得把所有的委屈 怨恨 愤怒 都宣泄在 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身上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 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儿 先行拜谢了 我美他 你叫做文明 你叫做文明